上一回說道,趙濱見了個百一公,吩咐大漢去殺人,哎呀,勞見不平拔刀相鎖,如果這個是壞蛋去殺好人,我就不肯過他。 趙濱本來是奉濟公之命去抽五雷八卦天師父,啊,他現在什麼都不記得了。 他見了大漢,一跳跳上下面,他跟著就跳就在後面跟著,兩個人一陣風,就去到花園的西邊。 那裡有一條平房,中間有一間房,燈光隱隱,遠遠就聽到浪浪讀書聲, 只要學意識雜誌,不亦越乎。 趙濱在外面裝下去,見到一個百一公,一個文藥書生在那裡。 那個文藥書生坐下讀書,一個年老的家人在旁邊侍候。 那個大漢,一腳踢開著門就衝進去,一進到房間,讓那把大刀一拍拍在桌上, 指著他書生罵,哈哈,你時辰已到,老子今天來娶你聖領。 旁邊那個老家人,一跪就跪下,一邊流眼淚,一邊在那裡挨求。 壯士呀,壯士,你刀下流情呀,我公子是個落難之人,壯士你千萬不要殺他呀。 那大漢,見到他這兩個人打冷陣,淚流滿臉,甚至有些不忍,便問, 你們倆是甚麼人從實招來? 那個老家人便說,我家公子,叫徐之平,是延安縣人士, 我老太爺叫徐尖斐,和秦城雙虎花園總管韓殿元是自己來的。 我老太爺只有這顆子,韓殿元也有個女兒,和我們徐公子是同年的。 那個韓殿元便把女兒許配給徐公子,他們兩個自幼定親了。 誰知後來我們徐老太爺過了身,徐家又遭遇了一場大火, 將萬貫家財燒到偏雅無傳。 我陪同公子來到這裏頭親找韓殿元, 誰知那韓殿元勢利之人,嚴貧哀父, 一見我們主伯倆這樣的身世,他便反面不認親,想悔婚, 我們公子不肯。 他便叫我主伯住在這裏,叫公子給點心思讀書,有了功名再成親。 現在莊士賢無緣無故要來殺我公子, 莫非是韓殿元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? 我大漢聽到這麼說,大艾石,豈有此理!原來韓殿元的老鬼騙我, 豈乎做了不仁不義之事! 然後大漢在身上,把那一百兩白銀拿出來放在桌上, 那一百兩就送給你們主伯兩人,你們馬上離開此地,找個地方住! 徐公子,你給點心思讀書,等到大考之年,去求取功名,快快離開! 再不走就怕那個韓殿元又找人來害你呀! 在外面的趙斌聽到這麼說,心中就讚賞這個壯士, 他都忘記了自己要偷看,衝口而出,喊了一句, 好!嘿!做得對啦! 裡面的大漢在窗外面有人說話, 一跳就跳出來拿一把刀,大漢一聲,看得到! 接下來被一刀找到趙斌的當地兒斜裂下來!趙斌連王舉起雙臉 largely比賽刀相逢, 嘀嘀嘀嘀嘀嘀嘀舞- éas-wè- u, 二把刀胃 sale仍然臆起來的話?! 趙斌摔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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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摔! 這個人武藝高強,知道他的刀法怎麼與我趙家刀法一樣? 我大漢心中也奇怪,推仿一刀,敗傷何絕。 迷大魚,我來問你聲心名粹,是誰人? 你怎麼看這套刀法? 你要問我,大象孤行不改名,座不改姓,我是趙斌,人稱探狼取物趙斌。 那個大漢一聽,竟然一劈,原來是賢底! 這回真是大嘴送到龍王廟自己人,認自己人! 那時候是天黑,趙斌看不太清楚, 啊,只覺得這個人面子有點熟,就問,你是誰人? 唉,你還認得我嗎?我是你師兄尹士雄! 趙斌一聽,馬上踢下的把菜刀跪在那裡, 原來是大師兄,樹小弟失敬! 上回已經說過了,尹士雄就是趙斌父親趙九州的徒弟, 趙九州收過兩個徒弟,一個是楊明,一個是尹士雄, 從小跟趙斌一齊練武,只是因為雙隔之內, 加上現在黑,看不清楚故事也擺起雙裡, 意外相逢,兩兄弟自然十分歡喜, 後來就做了東路總標頭,創蕩江湖, 很久都沒有去探望師父了,後來知道師父死了, 就趕去拜祭,怎知道趙斌母子已經離開家裡, 搬來臨安,尹士雄就趕來臨安去拜見師母, 啊,好壞不壞,是那間三順客簡主下來, 忽然間得到重病,錢就洗清光,病得嚴嚴日式, 好壞是三順客簡主的老闆,秦城上花園總管家韓建元, 就找醫生來治好病,又派伙計服侍他, 將他身體調理好,然後告訴他有個仇人, 叫尹士雄去殺了他,尹士雄就差點上降殺錯好人。 尹士雄說完這段經歷就問趙斌,怎麼會來到這裏呢? 趙斌就說奉濟公之命,來秦城上花園偷五雷八卦天師傅。 趙斌就說奉濟公之命,好壞你撞到我。 五雷八卦天師傅在郭天樓那裏,郭天樓幾十間屋,很難找的, 咱們咱們等我來帶路,不過現在先將徐志平主僕兩個救走, 在一個地方安置而已,兩個人又次回到屋, 就叫徐志平主僕收拾行李,即刻離開。 那一老一笑,這回收拾一條命,還領了一百兩百銀, 兩個就十分感激,一起跪低叩頭來多謝尹士雄。 兩個人就匆匆忙忙,收拾好幾件衣服,輕手輕腳就離開秦城上的花園。 直到街外,我老家人就說,哎呀,人貢,現在半夜三更, 這裏又是驚之重地,到處是巡江查野的, 那我們一老一笑,去哪裏好呢? 郭士雄就對趙斌說,袁弟呀,我人生路不熟, 不如為人為到底,你想我辦法找個地方安置他們就好了。 趙斌想想,那好吧,我先帶回我家吧。 幾個人就準備回趙斌家,剛剛走幾步腳, 突然後面有人喊著,喂喂喂,別走著。 我徐志平主僕兩個嚇到面積都變光, 尹士雄就拔出寶刀,趙斌就拿一把賽刀準備廝殺, 定神一體,原來是濟公在後面追著來, 趙斌就把救了徐志平的事說出來, 濟公就說,可以了,我知道了, 我真是來接他主僕兩個,你別管那麼多, 你快幫我做完那件事先,他倆交給我,可以了。 趙斌就帶尹士雄和徐志平主僕大見濟公, 然後他就和尹士雄去秦城上府花園國天樓, 偷五雷八卦天師傅。 濟公就帶了徐志平主僕兩個, 回到李國元的家, 濟公就把徐志平的根由日五、日十說出來, 然後就對李國元說, 你不如找房間讓他們兩個住下來, 讓徐公子給你心機讀書, 你不怕,如果有什麼差錯, 統統由我來承擔。 李國元看見徐志平少年英俊一表斯文, 那個老家人的銀鬚白髮忠心耿耿, 李國元就答應下來, 好好好,聽從師傅的吩咐, 立即安排了個房間讓他主僕住下來。 趙文匯、李國元就拉著濟公繼續喝酒, 喝到三更士粉, 聽到屋頂上有人喊, 吾神來也! 濟公就說, 可以呀可以呀, 韋陀拿到天師符回來。 原來剛才趙文匯和韋士孔, 離開濟公後, 兩人一起摸入城上府的花園, 有一隻爬上郭天樓, 那座郭天樓, 是城上花園最大的樓宇。 兩個人摸上去, 看到那裡掛著神鞭, 上面一個硬木盒, 打開來一看, 果然是五雷八卦天師府。 趙文匯一見到就心中歡喜, 拿來就想走人。 和韋士孔拔著他, 喂喂喂, 別走! 哎呀, 符都偷到了, 不走幹什麼? 不行呀, 不行呀, 為什麼呀? 哎呀, 趙賢帝, 你這樣也不明白, 他是當朝宰上, 這個天師符是他全家寶, 現在不見了他, 哪肯罷休的? 他一定要驚動官府去逐賊, 勞民雙彩, 很多人要受罪, 來來來, 來個斬草除根! 接著韋士孔點了一把火, 兩個人就跳出窗外, 嘩, 以見火光衝天, 金蛇亂舞烈焰騰空, 那他這兩個人都是本領非凡的, 好快就回到李國賢家裡, 剛才聽到打三架, 趙賢就叫了一聲, 吳神來也! 那祭公的裝模作樣, 唯陀回來了, 快點擺香岸接神! 剛才擺香岸, 果然在屋頂上飛下一條黑影, 將手捧如五雷八卦天師府, 祭公長老在上, 小臣將五雷八卦天師府取來交令! 祭公接過府, 順手拿了個黃色的袋子, 進入了五百錢, 一香爐米, 五個饅頭交給趙賓, 嘩, 少少意思啊, 老衛呀老衛, 這些是謝禮, 你拿去啦, 快點回去紫竹林啦! 那個趙賓就忍著笑, 說了一句, 吳神去呀! 一跳跳上瓦面, 和韻士蓉兩位一起回家, 拜見母親! 那祭公, 將五雷八卦天師府交給李國元, 李國元就直接派人送給李春山那裏, 這回呢, 祭公確實解救了李國元, 那李國元就十分感激, 就要拿出一筆金銀出來報答祭公, 祭公就嘩嘩笑, 嘩嘩嘩嘩, 嘩嘩嘩, 你要報答我, 很容易的, Maja 那天后祭公對李國元兩邊 personalities 。 正正面說一會, 李國元… ……�도道不出道了知名師傅, 那你…… 輪酒,一直喝到天亮, 繼公一搖三擺,離開李國元家, 一路走,就經過那間三順客棧, 突然間裏面有個伙計追出來, 走路啊,走路啊,別走,別走, 我們東家有事求你啊! 你東家是誰啊? 我們東家是開三順客棧的老闆, 秦成相花園總管韓建元, 因為昨晚,花園國天流火燭, 秦成相責怪說總管失職, 打到他四十大板啊,打到幾乎斷起, 現在東家睡在床上, 鄭文濟公和尚,由聖丹妙藥能醫百病, 東家叫了我們的伙計出去找長老啊, 剛剛出門口就見到長老, 求長老去幫我們東家醫病啊! 呵呵呵,這樣便宜了! 你帶我進去見你們東家! 進去港,看見那個韓電員就在床上, 床豬就馬上喊痛, 祭公進來的韓電員就大聲喊, 啊!師父,救命啊!師父啊! 啊!痛死我了! 祭公啊!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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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呵呵! 你的病沒得醫的! 來啦!我送了美藥方給你! 妙藥難醫院熱病, 上天報應狠心忍! 呵呵! 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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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嘻! 那韓電員一聽,哎呀! 這個祭公和尚果然名不虛傳真厲害! 我昨晚派人去殺我那個未過門的窮女婿! 只不過兩個忽然間不見了, 郭天樓又火燭! 他現在這麼說,分明是看穿了! 韓電員一聽, 呃! 長老! 長老! 我是做了些傷天害你的事! 哎呀! 我知錯了! 我知錯了! 長老! 你救我一命, 我重新做人了! 哈哈! 隔壁! 我醫好你, 也好義的! 知你女婿你還要不要嫁! 哎呀! 長老,我立即去接她回來, 我知道錯了,我一定將女婦嫁給她, 長老,現在秦城昌疑怪我, 說我疏於職守郭天流失火, 已經將我趕出城商府, 以後我安分守己,再不敢害人, 長老,你救我一命! 職工摸了藥,轉給韓電員吃, 立即止痛,病當堂就好了, 韓電員就派人去李國縣接女婿回來, 職工了結這件事, 離開三順黑棧, 走著這麼慣,一邊走一邊唱, 自古當年早午後, 含花情感最風流, 如今正世歸何處, 故寵邪陽萬對手? 嘍我疑背扯秀秀,西似如同水上鈎, 因盡迷途歸遠路, 打波迷關一不鈎! 走著 Sign好,走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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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到點途前面有大群人, 為了物質的,帝公一看, 咦?那裡怨氣沖天! 帝公是神仙下凡, 抹到看透看穿的, 故事一看就叫,哎呀!哎呀! 阿里陀佛, 和尚不去救人,誰去救? 帝公幾步就走過去, 各位,借光借光,借光借光! 在後面就逼到前面, 而見一個書生無養的人, 年紀三十多歲, 一表詩文, 這裏打扮就寒酸了, 那件衣服是釘釘寶寶,那件帽子是小村大洞, 臉色蒼白, 抱著一個嬰孩, 那個嬰孩若莫一歲左右, 那個師生就叫, 各位, 我這個嬰孩, 出生一年齡兩個月, 他媽媽死了三天, 我無力撫養眼, 看著要餓死了, 變為善心人, 喜歡就抱去啦! 你這是什麼人來的呢? 為何要將親生骨肉送給人呢? 原來這個人叫做馬佩賢, 是常州府常淑縣人士, 自幼在家讀書, 知書識墨, 以手無薄雞之力一無所長, 娶妻周時, 而他因爲功名不盡, 坐食山空, 一份家業就沒有了, 搞得相無片雅下無鑽土, 又撞見災坊, 兩夫妻就帶著個小兒子逃方來到林安城, 就住在一個老朋友, 吳伯舟家裡, 吳伯舟是在西湖旁邊, 出租小艇給人遊湖的, 那他跟馬佩賢兩個, 很有交情呀! 見到馬佩賢這麼淒涼, 就留著他在住, 還叫他幫自己管嫂, 每天找回二、三百錢, 勉強維持著夫妻生活。 誰知做了沒多久, 西湖出了四家惡霸, 轉門在西湖搶劫婦女, 頭一家大惡霸, 就是秦成相的弟弟, 花花太歲王聖先, 相傳秦慧本來是姓王的, 是過計給秦家, 所以王聖先, 就是秦成相秦慧的親兄弟, 哇,他依仗著大哥的權勢, 橫行八道, 隨時帶來一群打手去游西湖, 一見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子, 就叫打手去搶, 搞得人心旺旺, 見到有人敢去西湖玩, 你知道嗎? 那吳伯州那些小艇, 就沒有人租了嗎? 馬佩賢就沒事做了, 糧餐就難以維持。 那馬佩賢的老婆, 你是個賢慧之人, 她對丈夫說, 啊,現在這麼艱難, 不如你在家裡看著小孩子, 我出去跟人家做洗馬, 補衣服洗衣服, 找些來維持家計也好。 那馬佩賢就說不出聲音, 她老婆你一闊眼淚, 把兒子交給馬佩賢, 然後出去找工作, 馬佩賢坐得越想越不順, 哎呀, 男子漢大丈夫, 連老婆子女都養不到, 要靠老婆做工來養自己, 成何體統有什麼面目去見人呢? 越想越心亂, 一咬牙, 抱著兒子, 就想去跳西湖, 日死了之。 那馬佩賢平時都沒什麼抱弟弟的, 現在抱著兒子, 搶手搶腳, 那小孩子就咬咬咬咬的哭了, 馬佩賢一聽, 得難再吹苦, 眼淚流一聲, 下간地流下来, 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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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自己有本事, 便死了便終於唈咬咬", 呃, 那小孩子在下快出世一年, 跟著自己去死去死亡, 還成了人道デ fever! 哎呀呀呀呀呀, 唉呀了呀呀呀呀呀, 便找到他害怕, 帶來他對我死一樣 呀! 馬佩賢抱著兒子, 來到十二街頭,一年喊了幾聲,變為好心人,來抱走這個小孩,喊來喊去都沒有人回應。 在祭公旁邊,有個白爺公,看了一輪個小蚊子,這個小孩生得微青木秀,我又無兒無女,不如抱回去收養吧。 剛剛想走上前的抱小孩,祭公便問一問他,小聲說,喂喂喂,老伯,不准得過的,千萬不要准,你抱走那個小孩,那我老爸就跟著你走,過幾天他媽媽又來了,經常問你拿銀,經常來看那個小孩的歌,你怎麼應付呢? 不准上當啊。 喔,白爺公一聽,是呀,不准了,不准了,過了一陣子,依然沒有人要個小孩。 帝公上前幾步,喂喂喂喂,沒人要,我來要吧,把小孩給我吧。 和尚,和尚,和尚,你是出家人,你要我小孩做什麼呢? 有用,不准無用,我收他做徒弟呀。 那馬配然本來很心,要把小孩送給人,結陣子到生離死別的心也不捨得。 我又兩下弟弟的頭殼,嘆了嘆,哎呀,和尚,這個小孩現在還在吃奶,那你,你怎麼能夠養呢? 你怎麼能夠養呢?我怎麼能夠養呢?那馬配然一喝眼淚,抱著兒子,還不懂得動。 電影一流 konuş然, kys,然說實話, brittle Garden yes or anything, enchant one. 這個小孩在父母的媽是不是真 ISO? 馬配然的惡然。 王配然老闆媽瞎眼望著他, cadeau,你不是批評我。 他每人 vive在帝旁邊。你住在吳白州房 brown line,是嗎? 馬保賢一聽就更加害怕了,哎呀,他知道我的名字,又知道我住在哪裡, 抹得清楚了,馬保賢就說,和尚啊和尚, 他媽媽是未死,我不是騙人的,我不是騙人的,我不過是, 是,是,是,什麼,你是走投無路,好,等我指這條路給你,等你夫妻見面,一家人好好的過日子, 馬保賢聽見濟公這麼說,我心想,這個和尚,什麼都清楚了,不是一個普通和尚, 自己橫掃,死路一條,撞下運,跟著他, 濟公就跑一跑馬配賢,肩頭,來來來,跟著我去, 各位,濟公帶馬配賢去哪裡呢?他做什麼呢? 啟聽下回分解? 啟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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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